2020年8月31日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电台WMAL的一个节目中 美国现任国务卿蓬佩奥暗示说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一项紧急措施 暂时禁止所有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 前来美国就学和从事研究 蓬佩奥表示 主要原因就是中国政府目前 正通过各种方式渗透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 窃取美国数百亿美元计的知识产权 所以特朗普决心要禁止这些行为 但仍有很多事情要做 当节目主持人追问道 如果美国在若干年内全面禁止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 来美国留学和从事研究 完全阻断他们来美国 这样做会不会更加容易 更快地应对信息外流 蓬佩奥回答说 虽然不是美国来这里的中国留学生 都在奉命为中国政府工作 但是特朗普已经在认真考虑这种措施 不过他随后补充说 我不想提前讨论总统这段评估的决定 我想你会在未来几个星期 几个月里看到更多的信息 这种闪烁其词的回答虽未定性 但给广大在美留学生 立刻笼罩起了一层阴影 其实早在今年5月 特朗普已经发布了一项命令 禁止与中国军方有牵连的中国公民 持学生和学者签证进入美国大学 攻读研究生 或者从事博士后研究 他当时表示 在美进行本科以上学习 或从事本科以上研究 且过去或现在与中国军方 有牵连的中国学员或研究人员 都很有可能被中国政府利用或招募 用来刺探相关情报与技术 现在看来 这项禁令很有可能扩大到所有人 只要是赴美留学的中国留学生 统统一网打尽 事实上 上周已经有一所学校开始毫无理由的驱逐中国留学生 8月26日 北德克萨斯大学 UNT的所有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 突然都收到了一封邮件 这封来自学校副校长的邮件 在毫无任何征兆的前提下 突然通知所有受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 公派留学生和访问学者 你们的学习资格到此为止 而且从8月26日开始 将无权继续使用任何学校服务器 电子邮箱等学习资料 通编邮件 只字未提驱逐中国留学生的原因 只冷冰冰的要求 限期一个月离开美国 只能返校领取个人物品 现如今美国大选临近 中国留学生似乎已经成了特朗普政府手中的软柿子 时不时的拿出来捏一捏 让选民们莫名其妙的兴奋一下 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 可能就是随便无脑的一个禁令 甚至只是一个提议 但是对于留学党来说 却是一场严肃的考验 特别是现如今这个非常时期 中国留学生目前是 美国大学校园国际学生中最大的一个群体 国际教育协会 2019年11月的一份报告说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 2018年国际学生为美国经济贡献了 447亿美元 比上一年增加了5.5% 同时很多高校的研究学者 以及教授也都表示 美国大学的许多研究活动 在很大程度上 也受益于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生 所以特朗普把留学生群体 当做政治筹码 玩弄于鼓掌之上 这样做真的好吗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